这第一个黑牌的判法我估计你没见过吧 这场面真是锣鼓喧天鞭炮器名 比起这个黑牌 接下来的红牌黄牌真的不算什么 我让你系鞋带了吗 你已经坐在地上系了一个小时了 我来表演一个绝活 他耍赖他用嘴巴吹球裁判你看到了吗 我说怎么这么大风呢 这个必须给你一个黄牌 这个风力估计也有6到8级 我想想啊我这拍的怎么了 你别急你别急啊 这位老兄可是好 带对方的赛点在场地里换鞋 直接输掉了这场比赛 场地里不能换鞋 你也别跪下啊 你跪下倒是好了你还躺着 你进完球你要低调点好吗 你这么猖狂我也看不下去啊 你要对着对面喊不要对着我好吗 我刚才滑倒了我要擦地 那里没水 那我自己用毛巾擦 给你黄牌伺候你又不是林丹 他刚才明显发球过高 你为什么不怕 你为什么不怕 你想要球就不给你 裁判裁判你看他们太过分了 明明球在手里就是不给我 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比赛 两队都发挥出了超长的业余水平 弄得我有一种错觉 如果我去了也能够小组出现 结果